主人拿着弓箭走上岩石 往天空射下太阳 用足语戏剧方式演出 喇鲁瓦族的《射日英雄传》 还有排完族小朋友一边玩乐 一边唱着排完族语歌曲 呈现部落生活 这是高雄市举办的第八届 原住民足语戏剧竞赛 每位参赛者都从比赛中 加深对足语与文化的认识 带给文化及语言的共通方式 让以前的老人家 和我们现在的小孩子能够了解 设计剧本的时候 我们都以我们自己的文化故事 作为脉络 那透过文化故事脉络 我们跟孩子们跟长辈们 一起共同学习 我们去学习这个神话故事 去学习这个文化传说 那透过这些文化传说 我们可以去更知道 自己的文化的意涵 跟我们的族群 包括像工作分配 或者是说我们的文化伦理方面 学生们演出在田里工作收割的景象 来自桃园区的新中国校 在去年学生组竞赛 就拿下高雄市跟全国赛的冠军 今年有备而来要力拼连霸 跟自己的文化传说 然后可以让自己面对 那个那个叫什么呢 舞台的经验 对舞台就是会增加舞台的经验 增加自己的自信心 大部分的整个剧情设计 以及整个教学工作 都是落在我们校内的原住民老师 以及其他老师一起通力合作 那另外也透过专案的经费的申请 我们又请肢体表演课的老师 来帮助我们培训 让小朋友可以更成熟的站在舞台上 这次原住民族语戏剧竞赛 分为家庭社会学生组 共13支队伍参赛 高雄市圆明会期盼 透过戏剧演出 深化族人使用族群语言文化的经验 并让说族语的习惯与场域 扩展到家庭部落社区 传承族群语言文化 原市记者高雄凤山采访不到